全程邮局地址 不过我建议各位野心可以先不要那么大 而且你可以先把三重 先放进去 先第一关 然后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记得再来用 O 有没有 把这个 我看比较简单应该是干脆帮他合并完 再一次写进去 好像会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如果你一边合并 然后一边读档 然后一边写 也是可以的 只是说好像会不会比较容易出问题 所以尽量程式好几种写法 那你尽量找那个相对简单 不容易出问题的写法 会比较好的选择 不要以为自己怎么讲 当然你也可以有时候 还有时间你可以挑战困难 可是在刚开始 我建议还是先用比较简单 比较正确的方法 所以第一步 我们先不要太复杂 我们先把三重放到资料库就好 里面的话基本上一样会有几个栏位 一二三四 不过他不是用逗点 他是用空白 我记得好像第一个是橘号 第二个用帐号 还是第三个用橘 就是有橘的名称 橘就名称好了 第四栏好像是地址 橘 橘,橘,橘,帐,名称,地址 四个栏位 当然如果标准化流程 第一步要先怎么样 一样就跟刚刚一样 所以以后如果我们先三重点dst 把它读进来的话 所以跟刚刚一样 第一步我们先做什么 所以有时候你干脆拿这个来当饭本 第一步就是先把它读进来之后再切割 所以读进来之后 读的话 位置应该是在 我是放在全程邮局地址的三重.tst 所以这边改一下 位置应该是只有后面的这个 改成三重.tst 这个 三重.tst OK 后面的话 记得就把encoding 因为我们之前看过 它不是Google下载的 是应该是用Excel令存的 可能性比较高 OK 好,那再来的话是什么? Read light 然后再来就是Splitter Splitter的话就不是用那个什么 不是用那个斗点 而是用空白 有没有Splitter它 然后最后把它Print出来 Print的话就是我们中间 就是用前面有四个 所以后面的话等于只有四个 所以一样的 Format少一个 Format 然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OK,把它放过来 因为我们之前是从1开始 不过三重我看一下 三重应该是没有那个栏位名称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最下面有没有多的? 没有,就这样子 OK 所以不需要 所以应该是从0开始 如果0开始的话 你可以把1到0拿掉 好,就全部读进来 所以以后 甚至你干脆把它做成一个固定的SOP 然后呢 甚至你可以 把这些范本 放在一个地方 以后呢 还下面标注说 1,请贴这一段 2,请贴这一段 贴在哪里 还稍微标注一下 3,贴在哪里 然后还要详细注意事项 贴的时候呢 请注意不要什么地方要改一下 然后我上课影片里面都有说明 回去自己整理一下 以后的话这样再写程式吧 其实应该蛮轻松的 因为其实我就是这样在写程式的 但是话呢 每天都 说真的啦 最痛苦的是 你以前写过程式要从头再想一遍 明明你就会了一切 你都写过了 然后你要重新再回忆一次 你会觉得说 我干嘛浪费这个时间 我明明就已经写过东西 只是我忘了把它记录下来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记录下来这件事情 多么重要 因为你下一次哦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是没有 没有的话呢 你就是重新再来 OK 所以有的人哦 不知道把这东西保留下来 真的是错误的 OK 所以以后啊 说真的啊 而且哦 这些就犯本了 以后也不会再怎么变 反正就拿这个来参考就好了 OK 而且我已经帮各位过滤掉了 反正不需要的东西拿掉了 留下的就是哦 最重要的 OK哦 所以哦 慢慢想一个方法 让你写程式可以很愉快的写 然后又不会写错 对不对 那这样写起程式 而且这样写完之后 其实还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很多事情就很快的就被做出来了 真的效率真的是天壤之别啊 然后你会看到你老板对你的眼神 是不一样的 真的 如果哪一天呢 真的你做起事来 那个效率哦 是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哇 公司要是有这种人真的是 多几个的话 这公司哦 真的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真的哦 如果一家公司哦 每个人都 包包一下的东西都出来的话 哇 那这一家公司老板应该很幸福 这时候老板有幸福 他自然对底下的员工也会很幸福啊 对哦 然后可能公司 所以公司要有那个愿景嘛 自然而然老板会愿意拿钱出来 如果这家公司都不赚钱 老板自己都 尼菩萨过疆了 怎么可能还会对你们有关爱的眼神 对不对哦 OK 所以有的时候啦 那我最近 像因为最近大家喜欢往外跑 然后去住一间饭店 不过我发现哦 很多有一些还蛮 还蛮高档的饭店 我发现好像没什么人住 我都很担心说那些饭店会不会 岌岌可危啊 OK哦 难怪他们里面的员工 感觉都没什么笑容 老也不能太快了 又没有生意嘛 因为像有些饭店以前都是接待那个 外国人的嘛 比如说就是 对外 现在没有外国人啊 所以我发现哦 什么感觉 以前搭电梯要等很久了 因为要高楼绳 现在电梯 哇好快哦 一按 灯马上就就来了 OK哦 都不用排队 这到底哦 OK 不过 所以有的东西哦 哎 该怎么怎么做哦 OK 第一步完成哦 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我们执行 哎 OK了 那第二步做什么 其实到底一样嘛 所以哦 第二步的话呢 请你再把 上面总共几行 总共有六行 有沒有 复制 贴到上面来 改应该会吧 这怎么改应该不会 不要改错就好了 一样放同样的资料库 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把它改成叫POSE 好不好 给邮局 POSE OK 那这边改成POSE 有没有 所以改应该会吧 你要知道改哪里 OK 有没有 然后我们几栏 我们只有四栏 所以不用到一 OK 不要多一栏 多一栏的话 变成一个萝卜 一个坑 然后再来 这个OK了 有没有 再来做什么 就是再把它写入 写入的话呢 就是这下面这几行 总共六行 把它复制一下 上面六行 下面六行 然后把它 再把它贴到下面来 OK 再来的话 多一个 Insert into 头一栏 有没有 所以一栏拿掉 然后底下的话 这边会 1234 OK 然后 这边多一个 所以把这个拿掉 这样的话就大功 完成了吗 好像就完成了 没有吗 他拿了 切 Pose Pose 没错 所以 Pose OK 这样 应该就大功告成 好 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你会没改什么地方 执行看看 应该就OK 执行 三重是全部放进 写入成功 有没有 再来呢 最简单的方法 不如你用这个 再去把它看一下 我建议是切过来 再切过去 看一下有没有Pose 有了 Pose 01 然后呢 三重的话 五十五个 对 所以后面的话 如果三重可以成功的话 接下来你想知道什么 把那个合并的 然后 O.tlc 读进来 就OK啦 只是说呢 你们可能要注意一点 我们之前合并的部分 我们这边是 会把它换 两个行 有没有 那记得啊 你就要把它改成一个 不然的话 因为它realize 有没有 读的时候呢 会变成有空的 那你变成说那一笔 哇 它没办法切 有没有 会变成多一个换行 因为realize 切割是依据换行的地方 OK 所以你会多一个换行 读进来 会是空的资料 会出错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你只要合并 然后呢 把它all.tst 给它 这样就全部OK了 好 应该没问题啦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再帮给各位 有机会的话 反正就多试一些档案 以后的话呢 回去 这个礼拜如果空的话 就找一些类似的东西 反正就是开档 然后读档 然后写到资料库 多做这样的练习 因为这样的话 好处就将来 你所有东西呢 通通会进资料库 那如果你进资料库的话呢 就相当好用了 因为未来如果 你要输出报表的话 其实很容易 就从资料库捞出来 捞资料库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